哈喽大家好,我是浩瑋 歡迎來到對號入座這個系列 今天來回答一下大家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有網友提到說 ROE負值或是本益比沒有資料 可以用歷史的股災來當成買入的價格嗎? 最近有幾個人提出類似的問題 等一下後面會跟大家做說明 第二個問題是,有網友問說 1788的信倉是否值得存股 因為他覺得公司算是屬於比較寡債的行業 但是又怕存在高點 關於這個問題 其實大盤從去年股災到現在 漲幅也超過一倍 那一般有賺錢的公司也都上漲了不少 這時候開始存股 在價格上,普遍就會遇到高於合理價的情況 不過沒有關係 等一下我們還是來了解信倉這間公司 看看營運相關的數據再來做判斷 還沒有訂閱的人 記得幫我按下訂閱喔!謝謝啦! 在這支影片中,主要有兩個重點想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是ROE負值 是不是可以用歷史股債的價格 來做為買入的參考 第二個是1788的信倉是否值得存股 好,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關於ROE負值這件事 這個在營運比較不穩定的公司 算是比較常見的情況 一般來說 當看到這種負值的數字出現 我會先去判斷這個是常態還是非常態 所謂的常態指的是在一定的週期內 出現比較多次的負值紀錄 像這種公司 通常我都會建議 一般的投資人不要去介入會比較好 過去也一直在強調 台股中具有長期獲利穩定的公司其實並不少 所以不用把心思放在那些不穩定的公司上面 只要專注在 可以持續為股東賺錢的好公司就可以了 再來第二個ROE負值是非常態的 也就是說公司可能因為某個事件 造成單一個季度有比較大的虧損 甚至讓整個年度的ROE也因此轉成負值 通常這個時候的股價就會有大幅度的下修 而投資人要做的就是找出問題的所在 如果可以判斷問題 那麼這種ROE負值就是一個相當好的進漲機會 當然要是無法判斷的話 即使未來有再好的遠景都建議不要去碰這種公司 大家要習慣在投資的時候 要先考量本金安全性的問題 至於剛剛講的ROE負值是常態 我就會把這種當成是一筆投機交易 因為意見基本面不好或是有問題的公司 你還想要把錢投進去 這不就是一種投機的行為嗎? 所以能不能在ROE負值的狀況下估價 還是要以情況來去判斷 再來是網友這邊有提到 能不能用歷史股災的價格 作為進場的參考價 這裡我也是不建議這麼做 正在處於狀況不好的公司 要是沒有找到轉好的可能 那麼要跌破上一次股災時的價格 也不會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股價也可能會不斷地創下新低 這種投資就會將本金陷入一個極大的風險當中 再來第二個問題是 1788的信倉適合拿來存股嗎? 在開始講公司的財報之前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 存股基本該判斷的條件 第一個是產業狀況 投資人對於這個產業的了解程度是多少 就大幅決定了可以投資的比重 這個部分就佔了40% 如果不是很了解或是不懂的話 就不要碰會比較好 之前在頻道中也有談到 建議是找自己熟悉有興趣的產業 甚至是找比較好理解或是有固定需求的來介入 例如第一代存股標的像是電信股、保全股 這種就很好理解也有固定的需求 每個月人們總是需要一直為電信網路 以及安全防護的需求不斷的付出費用 而且這個需求不會大起大落 甚至長期來說還有持續成長的機會 這對於想要獲得穩定報酬的存股投資人來說 其實才是最重要的 資金的安全先擺在第一位 再來才是求取整體報酬的成長 存股第二個判斷條件是公司的營運表現 這也是頻道中一直在談的主題 該怎麼去看待公司的好壞 這個部分也佔了40% 一間公司如果具有足夠的賺錢能力 以及夠深的護城河 也就是有高度的競爭力 那麼相信在投資的過程中 即使遇到外在環境的影響 也不會輕易的讓公司的競爭力產生變化 大家可以從過去8年的三次股災當中 去檢視一下 當遇到非本業的問題時 公司的營運會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這樣子一來 當下次再有這種因外在因素所造成的股災 就有足夠的信心去判斷以及持有 身為一個長期投資者 不應該為了短期的波動 而隨意賣出手上的持股 如果會這麼做的話 那表示投資人在產業 或是公司的營運掌握度上是有問題的 也連帶讓持股的信心受到影響 再來第三個是價格合理 這個部分佔了最後的20% 也就是說剛剛前面的產業狀況 跟公司的營運總共佔了八成 而計算合理價只有兩成 這也告訴大家 估價並不是整個投資過程中最重要的部分 我們來舉個例子好了 如果這三項加起來的分數是100分 分別是40、40以及20分 那麼就可以把想要投資的公司 利用這個方式來進行評分 我們以之前談過的保全股 中保科來做個例子好了 產業的固定需求以及前景是比較明確的 並不會有大起大落的情況出現 簡單說就是不用進行太多的研究 一般人也可以了解到一定的程度 掌握度至少是八成其跳 甚至到九成也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我們以八成來計算好了 拿到的分數是32分 第二個是營運的表現 以過去財報成績來檢視 相信可以拿到九成以上的分數 這個部分可以拿到36分 第三個是價格合理 因為股價已經偏高 雖然是好公司 但是價格有貴了一些 所以這邊只給一半的分數 也就是10分 將三個加總起來是78分 大家可以針對這個分數 來去判斷自己的持股信心是否足夠 這個簡單的公式 如果套用在不懂的產業 不懂的公司 相信分數就不會很高 甚至連一半的50分都不會有 像這種股票 想要抱得住 自然就是比較困難的事情 那可能會有人想問 我不懂產業 不懂公司的財報 也不知道股價到底合不合理 我只是想要用投資來賺錢 如果你是這種人的話 我給的建議很中肯 就是投資ETF就好了 簡單 安全 又能有基本的市場報酬 對於想要高於市場報酬的人 就可以選擇個股來投資 既然是個股 那麼該做的功課就少不了 如果想要讓分數高一點 該怎麼選擇產業以及公司 就是一個關鍵 接著我們就來看看信昌的狀況 並且用這個例子來打個分數 信昌是一間以血液透析為主要業務的公司 血液透析就是大家比較常聽到的喜盛 在去年的營收佔比當中 來自喜盛相關的收入就佔了將近八成 其他像是牙科材料 急救耗材 呼吸設備 以及其他醫用材料等等佔了兩成左右 台灣是喜盛大國 我想很多人都有聽過 每百萬的人口當中 就有將近4000人需要進行血液透析 目前台灣的喜盛人數已經超過9萬人 而且這個數字每年還在持續攀升 雖然這是個不好的消息 但是對於經營這種業務的公司來說 就是一個穩定收益的來源 而信昌除了血液透析之外 也持續在醫療產業中 尋找可以帶來穩定收入的產品 從一般的血壓劑、耳聞槍 到急救設備、耗材、植牙材料 以及心臟科相關的產品 這部分在未來的營收潛力 也是相當大的 所以從產業面來看 符合剛才所說的 有固定需求 而且未來還有持續成長的機會 收入也不會因為外在環境的影響 而有大起大落的情況出現 這部分可以拿到九成的分數 相信是沒有問題的 接著來看營收的組成狀況 去年信昌的合併收入為34.32億 比起前年成長了5.9% 其中喜盛部門成長了1.9% 而其他部門成長了21.8% 增加的幅度算是相當大 從產品的收入組成中可以看到 喜盛的部分還是維持穩定增加的 而其他部門的每個項目 同期相比也都是增加的 可以看得出來公司未來的成長動能 並不限於喜盛的業務 而是在其他醫療產業的領域 都有不錯的發展 在營業利益率的部分 也都比2019年成長 喜盛部門達到11.6% 其他部門也有8.7% 營收地區的話 目前九成以上還是以台灣為主 但是海外佈局也已經持續在進行中 像去年的中國市場 成長的幅度就相當大 從前年的不到300萬 增加到去年的1200萬 一口氣多了快5倍左右 至於印尼也是一個重點發展地區 去年也成功的打入喜盛產業 包含了喜盛的設備以及耗材等等 都已經有一些銷售的收入進來 至於今年上半年的狀況 整體的收入也是比去年同期還要好 喜盛的部門成長了5.8% 其他部門成長了27.5% 從月營收的圖表中不難看出 這個產業所帶來的營收穩定性 是相當好的 而除了台灣本業的收入穩定增加之外 另外還有剛剛提到的海外地區 例如印尼 今年上半年的收入也已經超過去年 相信這幾個地區之後的表現 也會越來越好 配息與毛利 我們先從配息的部分來看 信長到去年為止 已經連續18年都有現金配息 而且配息的金額也越來越高 一開始就1塊多 到後來的2塊、3塊、4塊 到近幾年 都能穩定配到6塊錢以上 就可以知道穩定成長的收入 所帶來的效益有多好 配息率的話 近8年平均是82% 從資本支出中可以看到 信長主要是以代理銷售為主 本身並沒有參與製造跟研發 所以在支出上明顯是少很多的 而且隨著營運越來越穩定 現金流的狀況也越來越好 接著來看毛利的部分 我們找了一間 也是以洗身業務為主的競爭對手 4104的加1 來一起做個比較 近8年的營收 信長成長了3成左右 而在毛利小幅增加6.5%的情況下 讓營業利益跟淨利都有4到6成的提升 而加1的話 營收雖然只有多了16.3% 但是費用的部分 又減少了8.3% 所以讓營業利益跟淨利的成長幅度 是優於信長的 不過以整體毛利的穩定性來看 信長的表現還是有稍微好了一點 計表的部分 跟去年同期相比 信長的營收成長了14.4% 毛利也小幅提升至25.63% 雖然說費用的支出有多了一些 但是整體的淨利還是增加了13.6% 反觀加1的數字 營收小幅衰退了0.4% 毛利提升了8.8% 不過最後的淨利 則是減少了1成左右 從最新一季的資料中觀察 信長的表現也是優於加1的 來看ROE的狀況 最近8年信長的股本膨脹比率為7.43% 股東權益增加35.9% 而關鍵的淨利則是成長了43.4% 算是有跟上股東權益的增加 從上面的ROE數字中觀察 信長在這8年的ROE 都在14-16%之間 並沒有比較大幅度的增加 原因就是剛剛所看到的 淨利的成長比較有限 這個可能是跟公司的經營策略有關 在最近一次的股東會意識錄中有提到 公司的目標是繼續強化各個領域的產品 以建構出更完整的銷售平台 然後延伸到中國、印尼等海外市場 白話一點來說就是穩固現有的收入 再來拓展其他的市場 一步一步擴大營運的規模 才穩扎穩打的方式進行 這跟存股投資的策略其實蠻接近的 所以從上面這樣子看起來 本業是沒有問題的 來看一下業外的部分 這邊可以看到 不管是轉投資還是其他的業外收入 數字的起伏並不大 整體來看都是可以維持小幅獲利的情況 在計表中的呈現也是如此 近期計的ROE也都相當的穩定 預期的數字大概是抓16%上下 算是比較合理的 接著來總結一下 現場到底適不適合存股 我們可以用剛才前面所提到的存股條件 來做個簡單的判斷 產業狀況的話 我覺得醫療這個產業的前景的確是不錯 尤其又是以喜盛為主 在搭配其他領域的醫療產品 以及海外市場的開發 雖然說不會看到在短時間 有大幅度爆發性的成長 但是穩定往上走是可以預見的事 這對於存股來說也是有加分的 因此在產業狀況這個條件 我是給90% 換算分數是36分 再來是營運的表現 從剛剛的財報中可以看到 雖然營收ROE都屬於穩定類型 但是從過去的股災資料裡 可以觀察到公司的起伏 並不會因為外債因素而有比較大的落差 光是這一點 就有很多公司都做不到了 所以這邊我也是給90% 換算分數是36分 再來最後一個是價格是否合理 目前公司的股價大約是在133塊左右 跟股災價的落差並沒有很大 還算是相當合理的數字 因此這邊我給70% 換算分數是14分 將三個條件加總之後 總分是86分 這並不算低的分數 這也代表持有這樣子的公司 安心的指數是蠻高的 即使未來發生股災 也不用擔心公司或是這個產業 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能夠替股東持續的賺錢 我想這個也是可以預見的事 以上的資料給大家做個參考 如果你對財報學習 或計算合理價格有興趣的話 歡迎加入頻道會員 之後我會把這份信償的財報檔案 連結放到會員的社群裡面 給大家下載並做為研究實用 希望對各位在學習股價上 會有一點幫助 好 如果你還有其他問題的話 記得在影片下方留言 還沒有訂閱的人 記得幫我按下訂閱喔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